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週末版 真知道了 我是許貴雅 昨天的美國總統大選 最後一場辯論會 消音的遊戲規則 少了先前老人吵架的一個氛圍 但是從美國的收視人口來看 比起第一場的吵架辯論 少了一千萬人來觀看 你可以看得出來 觀眾的口味真的是吃重鹹 那到底誰的表現比較好呢 看起來各有其主 不過拜登他始終還是在 迴避他小兒子航特的 電郵門的風暴 在跟中國金錢利益的這一塊 拜登他是這樣講 我沒有從外國拿過一毛錢 可是這個email裡面 是指明說要給 這樣一個大人物 10%的肝骨 爆料人他是這樣講 這個大人物講的就是拜登 拜登他在說謊 現在更傳出呢 還有另外一個email 這裡頭提到的 還有別的大人物 叫做了歐 這個歐呢 美國媒體說 可能指的就是歐巴馬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電郵門 他的震撼力可以說是越來越強 這場美選之所以如此重要 是全世界都在看 誰勝出之後 有關美國未來跟中國他們關係的走向 親中的拜登突然之間呢 好奇怪哦 他打起了台灣牌 但是你可以從檢視他過去從政的一些言論 你就會懷疑說 不然這個人到底是真心的 還是說呢 他還是在做一個選票的考量 另外是2020年呢 對國民黨來講 大選選輸了 被罷罕成功了 還有高雄市長補選又再敗 現在國民黨呢 在超前部署 已經部署到現在傳出的是 黨主席江啟成 說他要清真2022 要選哪裡 說選的是桃園市長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風向球 稍後我們進一步來討論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智慎媒體黃創夏 各位好大家好 歡迎政治學教授范士平 各位好大家好 臺灣國際法學會的副部長林廷輝 各位好大家好 還有智慎媒體王詩琦 大家好 政治評論員李正浩 大家好 以及智慎媒體員尚義夫 大家好 我們就來看 每選這個辯論 誰表現得比較好 某種程度來講 叫做情人眼裡出西施 因為根據CNN 他們這個電訪的調查 發現說 觀看這個辯論會的選民 有百分之五十三 我們覺得說拜登 他是講得比較好的 但是福斯新聞 這邊又是另外一派了 他說有百分之七十四的 美國民眾 認為是川普辯論表現得比較好 選情的最新發展 我們一起來看 美國總統大選最終場辯論結束後 川普和拜登兩人把握 所剩不多的時間 繼續趕場催票 因為關麥規定 讓川普收斂許多 而他也對自己的表現 相當滿意 不過CNN民調顯示有百分之五十三民眾認為拜登表現比較好 只有百分之三十九的人肯定川普 CNN記者還找來觀眾現場表決 十一人當中有七人看完辯論後打算投給拜登 而另外四人還無法做決定 不過伊地諾州一個小鎮在球場內看編論的川普支持者們 呈現出的卻是另一種情景 拜登回到家鄉德納瓦州 川普則是到最大搖擺州佛州 預計在週末提前投票 而前總統歐巴馬會緊接在川普之後 趕到佛州二度替拜登站台 然而大選倒數之際 川普外交又有大突破 東非國家蘇丹和以色列關係即將正常化 過去兩個月內已有三個阿拉伯國家結束 和以色列敵對關係 但川普的外交成就能否拉抬選情 最終還是要交由選民來決定 好 說到這一場辯論呢 本來之前有第一場 那個草成那個樣子 整個語句的那個尖銳度 大家都覺得震撼度很高 嚇到了 那看到這一場 這是一個第二場 但是他也是最後一場 我們看到這一場裡面 我發現他們講話聲音都變好聽了 因為情緒比較peace 可是你整體來看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辯論的結果 我們看到是 這邊他有講出他要攻擊的點 那邊也有講出他的點 可是重點是 選民好像新政已經定了 是不是很難動搖 其實這場辯論 叫做暴風雨前的臨近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真正的核心觀點 是明天早上台北時間 明天早上十點半 朱立安里要公佈的東西 那才是關鍵 所以你會看到第一 這一場辯論裡面雙方的話 暴風雨前的臨近 所以沒有像第一場那麼熱鬧 然後第二個雙方也不能犯錯 因為你也不知道 朱立安里手上到底有什麼東西 所以拜登和川普 當然另外一個麥克風消音 這件事情也讓川普很多優勢 不能擺小鍵 對不對 可是大家覺得說 當川普他是那樣氣芽芽的時候 好像某種程度 美國選民覺得有點扣分 這次看起來風度比較好 覺得有加分 因為最後要選舉了 要投票 我是總統 總統還是要有一定的格局和高度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川普在咄咄逼人 搞不好會讓本多很討厭 他的人決定說 我不管拜登講什麼了 我不管拜登有什麼問題 我先投拜登 拉掉川普再說 所以他一定要表現他的氣度 那包含一個總統 直接當了一個爆料者 水準格局不夠 所以你看到他只是鋪陳了一些東西 點一下 說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你兒子從來都是失業了 怎麼會有這麼多錢 點一下為止 幫朱立安理 因為用側翼來打 比較合理 而後面的一個狀況是 到現在為止 據說已經超過五千萬 美國選民 已經四千投票了 他們登記的合格選民 大概是一億五千萬 也沒有那麼誇張 還有十一天 已經百分之三十三的人投票了 所以大概大家心意已定 可是心意已定裡面 後面有趣的就是說 我們一直以為說 臺灣的媒體有立場 你會發現美國的媒體的立場 更明顯CNN和那個福斯 福斯是最挺川普的 CNN是最反川普的 結果在CNN裡面 百分五十三的人就說 拜登講得太好了 雖然大家也不知道 拜登講得好在哪裡 可是因為他是電訪的部分 你知道那個媒體 某些時候的那個效應 比方說我吸到的收視族群 就是這一些 比方說是反川的 或怎麼樣就很明顯 另外福斯也是 那福斯更厲害了 其實是說川普講得棒 可是這裡面其實有一個資訊 這個資訊叫做支持者的認同強度 CNN是最討厭川普 挺拜登的 他的人是五十三 可是福斯你就證明川普的鐵粉 真的就跟我們剛時的 韓國瑜的韓粉一樣 講什麼都是對的 四分之三的人都說川普講得好 所以代表著現在接下來的話 未來這段時間裡面川粉的動員能力 和拜登粉的動員能力 其實是明顯的有個差距 其實我在想一件事情 當這個他的整個辯論的風格調整了之後 少一千萬人的收視 我請教時期 我們不是在講說 當大選越接近 我們那個關注度會很高 而且當我們在討論這一些 比方說跟中國金錢糾葛 電郵門的相關事件 我們都很期待說 好不容易拜登終於出來了 因為之前肇事他躲了好幾天 是不是理解中 應該美國選民會關注這一塊 可是他因為不吵架 就沒收視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還蠻意外的 所以美國媒體說 這個關麥的政策 其實某種程度是十分 效果十分良好 因為我關了麥 川普就吵不到了 他的聲音就沒有辦法那麼大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我在美國的朋友都說 事實上在這些普遍的媒體 的確太難看到 關於拜登家族的這些傳聞醜聞了 也就是說一般的 一般美國人 如果你是正規 你是收看電視 其實你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對 因為他只有特定的媒體 在一家在播這件事情 所以大多數 對 就74%的那一家 也就是說大多數的美國人民 沒有覺得說 這件事情應該非常非常大 然後大家瘋狂的去追逐真相 並沒有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我覺得我們現在看到的 跟美國人在當地感受到的 那個不太一樣了 那川普的這個形式風格 這幾年來其實有很多人 有很多的怨言 所以你看得出來 拜登他在面對這些特定媒體 對他的這個家族的醜聞 還有他自己的競選策略 其實都看得出來 他辯論之前的那幾天的閉關 看起來是有效 第一個是說 他知道川普一定會攻他的家族 所以他的攻擊變成最好的防守 所以他就只回答了一句說 沒有這回事 然後開始轉攻川普說 你看你自己在中國有賬戶 他就變成把焦點整個轉移說 其實你川普一樣很髒 所以你不用再拿這個東西來質疑我 第二個是說 他不是也接受了這個投書 不是接受訪問 他投書了聯合報的海外版 那其實是在針對這個亞裔族群 也就是說他也知道 川普你在這四年的任期當中 其實在美國的種族之間 挑起了非常大的矛盾和仇恨的時候 他這個時候回過頭來 要抓取亞裔族群 所以其實我覺得仔細看 他們兩個人的這一場辯論 儘管沒有再繼續吵架 可是拜登的策略倒是還蠻清楚的 那可是我覺得 我們在外面看待美國人 要選美國總統這件事情 有一個可以值得觀察的地方 就是說你看有很多 很多所謂的人權鬥士節 譬如說王丹 我覺得王丹是一個很指標的人 然後還有什麼余潔等等的這些 平常看起來明明應該是很講究 人覺得他們都會去支持川普 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對中國的這一個議題是 你知道太恨了 對我覺得這個事情 這個角度值得整個世界來看待 就是說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子的現象 是不是有某種東西超越了這些 更大的這些價值 那所以中國的角色就變成 美國選舉一個 我認為 就是我們在外面看 中國選舉 不是中國選舉 中國議題 當然應該是美國選舉 最重要排第一順位的議題 可是美國人可能沒有真心的這樣子覺得 所以他們還是會 很多很多人會按照 美國這個崇尚的價值 美國的精神什麼去看待這兩位的這個總統 但是因為重點是醜聞纏身這一塊 你在想說 我有醜聞 我有爭議 那我就佛系選總統 我也不造勢 我也不說明 這是蠻奇怪的一件事 第一個是因為你主流媒體 其實報導的篇幅極少 他沒有成為大家討論的一個話題 那這些主流媒體的講法是說 因為你無法 到目前為止 仍然無法證實為真 必須他是要真實的 我們才 我們才會用相對應的版面來登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你沒有辦法炒熱整個大家的討論度的時候 你很難成為 醜聞很難成為一個主要的選戰的焦點議題 那再加上因為他是拜登的兒子 很多拜登之種 又是隔山大牛 會有解釋 會幫拜登解釋說 那個是他兒子 他兒子 他兒子這麼廢 這麼廢 有影響到他治理國政的能力嗎 就是你 就是因為現在金錢的部分 其實跟拜登做連結了 我們要來看的是 好 你說說主流媒體都不報 可是當這個爆料人 他出來之後 還能夠不報嗎 我們來看到 當然在辯論會上 川普他會抓著這個電郵門的議題 他當然也要猛攻對手 同一時間 這個爆料人 布林 包布林司機 他也出來 他就加碼講說 你看這個拜登 不僅是曾經介入這個兒子 中國生意的往來 而且他有拿錢 他是拿了10%的干顧 整個電郵門 一開始有一個贏 現在是整個爆料人 他都出來 而且他生平十句 我就是一個人出來給你看 告訴你說 我手機上面秀的這一些 就是相關的證據 他裡面不是電郵 有揭露說 The big guy 他說這個人就是拜登 而且拜登不能再撇清跟他兒子說 我不曉得 他的確就是知情 但現在整個燒 已經燒到另外一塊了 顯瑜幫我們整理一些相關 因為燒到哪邊 說還有一個叫 The O O說居然是歐巴馬 怎麼一回事 時間交給顯瑜 好確實的 美國總統大選真的是 我們今天是禮拜六了 換句話說 再過一個多禮拜 美國就要選出下一任的白宮主任 那就在我們剛剛也有講到了 在最後一場辯論會登場的前夕 民主黨候選人拜登 他的這個電郵門事件 又有了新進展 雖然拜登 剛剛也有講到 他在辯論會上 他信誓旦旦的承諾說 他這輩子沒有從外國來源 拿過半毛錢 不過 拜登兒子Hunter 他的前合夥人 畫面上這位 Tony Bobulinski 他就聲稱說 他曾經在2017年聽到 拜登父子討論 兒子Hunter 跟一間神秘的中國企業 中國企業打交道 而且Bobulinski的話 看起來是有所本的 因為一來 拜登他雖然不斷的批評 川普陣營的抹黑 不過他卻從來沒有否認這些電子郵件的真偽 以及 第二個Bobulinski他說這些電子郵件 其中至少一封還是真的 因為還是寄給他的 這些電子郵件扯到了很多人 其中挺川普的右派美國媒體就報導他 信裡面有提到一個歐先生 這個歐先生 右派媒體說指的就是歐巴馬 待會我們深入了解 不過這封信的細節目前還沒有曝光 也沒有任何這個歐的畫面 那另外Bobulinski他也說 拜登想要當個不沾鍋 但不可能 因為拜登從頭到尾都對兒子Hunter 在中國的投資一清二楚 甚至還插了肝股 在一封關於股權分配的電子郵件上 就寫得非常清楚 一間中國公司 他一百趴的股權 然後其中二十趴給兒子Hunter Biden 那另外還有十趴是保留給The Big Guy 大人物 而這個大人物呢 當然就是Joe Biden 在Bobulinski呢 他公佈的這個簡訊的畫面 就有看到說 這個是Bobulinski跟Hunter Biden的簡訊 他講得很有趣 他說早安 那個請問一下 我們今天晚上是要在什麼時候吃晚餐 跟你的叔叔還有你爸 你爸當然就是副總統 前副總統 以及他還講到Document Translation Do you want it in simple Chinese or traditional 請問關於這公司股權文件的相關法律文件 你想要簡體中文還是正體中文 這個時候Hunter就說 晚餐哪裡吃我還不確定 那至於那個文件呢 隨便啦 反正Chinese Legal Document 中國跟中國往來的法律文件 最常用的是簡體還是正體 你看著辦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跟中國公司打交道 竟然要寫正體中文 我覺得有點狀況外 不過Anyway Hunter回答說呢 反正我老爸十一點才會到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吃飯了 我目前在他的 我跟叔叔在他的下他的酒店吃飯 然後接下來過了一陣子 到了晚上十一點四十分的時候呢 他Bobulinski就簡訊給Hunter說 今天看到你還有你爹很開心 請再次替我感謝你老爸 這是一個很棒的一次會面吃飯吃得非常的盡興 原本選情看好的拜登 他現在是接二連三的被爆出來說 他自己跟兒子跟烏克蘭以及中國 有些藏污納購的金錢關係 不過不只這樣子 當然我們剛剛也有提到了歐的 Big O 那到底這個Big O指的是誰 這邊我就要問正浩 你有沒有catch到 關於這個Big O的這個報導 班農說是歐巴馬 不要告我 班農這樣子 因為班農實際上 班農有特別 這是班農的這個戰情室對不對 然後班農過去是川普的首席測試 現在變首席測意 所有東西都從他這邊出來 他特別貼出一個訊息 那這個訊息是James Biden 就是拜登的弟弟寄給Hunter Biden的信 那內容大意是說什麼東西 說你趕快打給我 你的爸爸正在跟歐會面 然後這個會面會迎來 我們生意生涯的最大的驚奇 那這個東西 那大家就來問 這個沒有曝光之後 那歐到底是誰 然後班農就在說 Who is the O any idea 然後他還take那個巴拉克歐巴馬 然後他們就說這個O其實就是所謂的歐巴馬 可是其實坦白說 這件事情這些都叫做捕風捉影 就即便是在台灣 單純拿出這個東西 大概也很難證明些什麼東西 可是重點來了 整個事情 我認為從過去的爆料的捕風捉影 到剛剛那個Tony Babelinsky的出來 讓整個爆料產生了質變 我這樣講 Tony Babelinsky 你一聽就覺得說 這是個俄羅斯的名字 名字很長 很多陰節 所以說這個事情 原本站在拜登的陣營裡面都說 這個是俄羅斯的同俄門 是俄羅斯間諜的認知作戰 這是俄羅斯來自的假消息 所以Tony Babelinsky 在出來開記者會的第一句話就說 我的祖父在美國當情報官37年 我的父親當海軍軍官20年 我的哥哥當海軍飛官28年 我自己在海軍當4年 而且負責核子動力的部分 接受過最高級別的安全檢查 意思是什麼東西 你不要懷疑我是間諜 我祖宗十八代都在幫你美國人打仗 就講得很清楚 請你把我當一個有俄羅斯名字的美國人 就那麼簡單 然後他講完之後 他就講兩個訊息 第一個 他說Big Guy就是拜登 然後呢 而且他拿出這個手機 說他跟拜登吃過飯 剛剛他簡訊都弄出來 然後第二件事情說 裡面還有一個 那個股權分別有個叫Jim 說這個就是Jim Biden 拜登的弟弟 所以說這些事情跟整個拜登家族都有關係 而且他開完記者會 他昨天開完記者會之後 你知道他下個行程去什麼嗎 去辯論會 現場 所以他意思是幹嘛 強迫主流媒體露出這則新聞吧 很清楚 因為過去又不管是所謂Facebook或推特 Facebook真的是 這個過去那些爆料是完全不可以在Facebook上出現的 推特的真的是把它標示為未經查證的訊息 可未經查證訊息會讓他的觸及率下降很多 好了 當Tony Boblinsky出來之後 第一個推特 現在已經可以放他的記者會了 可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就以某種程度的心理層面來看 我是拜登 然後那位老兄 他就坐在那個辯論會的現場 如果他的爆料都不實的話 我是不是直接殺過去跟他對職就好 不行 他麥克風會消音 不是啊 辯論會結束之後 因為我看到他了 目標物就在那裡 拜登現在策略是完全不回應這件事情 他只說 不要吵大就對了 我沒有拿外國的一毛錢 可是他有沒有拿兒子的一毛錢 不知道 有沒有拿外國透過美國公司給他一毛錢 他也不知道 台灣人問法就是 當然沒有一毛錢啊 你是命運的 一百萬錢 所以整件事情 拜登現在是冷出綠 我可以理解 可是Tony Boblinsky出來的時候 讓拜登冷出綠的策略 我認為有點破功 那我們持續來看到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有些藏污納購的這樣金錢關係 那我們目前都知道說 拜登跟烏克蘭跟中國 有這些起人疑鬥的一些往來 那關於中國的這些政務 這些把柄 是從哪裡來的呢 美國華人自媒體 路德社報導說 是從這個人身上來的 柏田田 他被報導是因為 他就是之前 因為貪污而重見落馬的 薄熙來的私生女 而柏田田的背後呢 就是中國富豪華新人員董事長 葉簡明了 那柏田田 他也是葉簡明的國際事務經理 那路德社報導說 中共內部呢 有一個反對習近平的勢力 這股勢力呢 俗稱為效忠江澤民的江派嘛 那江派黨員呢 把一些不利於拜登 並且有助川普搞垮拜登 搞垮習近平的資料 三枚三枚電腦硬碟 讓柏田田用包家旗的這個名義 這個假名來提供給美國的司法部 還有美國的民主黨籍的眾議員議長 Nancy Pelosi 以及美國總統川普 那當然川普我們剛才講到 他不會以他總統的高度 他不方便自己來公布這些東西 所以他交給他的私人律師 同時也是紐約的前市長 Giuliani 那雖然我們這邊講到說 交付三塊硬碟 但這並不是說貨真價實的三顆硬碟 給你疊起來交給你 這三塊硬碟指的是 裡面有三方面的資料 分別是拜登家族的犯罪證據 以及習近平的海外財富地圖 讓大家知道習近平把錢藏在哪邊 以及第三個中共病毒的生化武器的證據 以及相關的資料 所以換句話說 拜登跟他兒子的黑歷史 在這一次被起底 在辯論前被大翻牌 其實可以視為薄熙來私生女的一個公主復仇器 再來我們把時間交換給貴雅 好 因為其實這個整個事情 越來越發展有很多的料 剛剛正好有提到說 他某種程度的鋪陳 那到時候會不會真的一槍斃命 可是當我們看到這些訊息 我先請教范老師 這些訊息裡面包括說 歐不是之前就講說 可能是歐巴馬這件事情嗎 他是這樣講 因為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在班農他的這個戰情室裡面 他有提到說跟收購有關 然後有提到這個勒歐 可是他沒有一些很明確的更多更多 你知道說一個一半 你就在想說到底他想要表達是什麼 可是現在還有另外一個訊息也是直指到民主黨的這個部分 美國媒體報導說 我跟你講這一次牽扯到的這個華信能源裡面 他們也曾經捐錢給柯林頓基金會 民主黨的這個部分 這一塊能夠打到這個肉裡面去嗎 現在就是表示就是 民主黨的勃歐是柯林頓也好 甚至連歐巴馬也好 甚至我們看到連拜登也好 他們這三代 三代 如果說拜登當選民主黨的三位總統當選人 都跟這個中國的華信集團 有密切的關聯性 那為什麼又是班農 大家還記得嗎 四年前川普在競選的時候 他在第二場辯論會的前夕 他就是當時要跟希拉瑞辯論的時候 他把當時這個柯林頓 他當總統的時候的四位 被他性騷擾的女士一起開記者會 那個時候那個記者會 那個被拍到一個人 那個叫班農 所以現在又是班農 而且班農又在吵就是說 這個這個這個杭特 有跟一位十四歲的未成年少女 有所謂的性關係 所以都是跟這些情色有關 那為什麼又是班農 所以我認為班農 其實雖然離開了川普排 川普排的團隊 只是個障野法 他在這場選舉當中 依然扮演角色 而且在操盤 跟四年前操盤的模式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好 關於這個美選有關的操盤 我們稍後再進一步的談論 班農老師剛剛我們提到這一個部分 剛剛鄭浩在講說 他以前是測試 會不會現在是側翼 那這一塊的這個爆料 如果說他沒有更細節去支撐的話 你覺得對選情的影響 會有那個殺傷力嗎 我覺得現在真的是性者核性 不性者很不性 如果你是川粉的話 他就是看福斯電視臺 如果你討厭川普 他永遠接受不到某一些訊息 然後如果你是川普 就看紐約郵報 如果你是討厭川普 就看紐約時報 如果你是川粉 就看華盛頓時報 那如果你不是川普 你就看華盛頓郵報 就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各取所需 可是我很好奇 比方說推特跟臉書 真的現在你都看不到那一些 我們現在在聊的這些事情 對 那因為推特臉書 基本上也是反對川普的 所以就變成說 現在變成說同溫層的效應 非常的明顯 每個同溫層 你都可以有你自己專屬的電視臺 你有兩份報紙 可以任你選擇 那所以那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當然川粉有他自己川粉的 這個所謂自媒體 那我覺得就是說 現在是不是拜登還能夠 就是說你說這個推特也好 Facebook 是不是還能夠完全的 這個就是斷絕 關於拜登的消息 可能越來越困難 為什麼 因為大家有求知 大家有求知欲 大家有興趣 所以到最後可能還是擋不住 特別是年輕世代 會覺得說那為什麼你這些自媒體 你要為了拜登這樣的一個人 你限制我們的這個閱讀的權利 這個可能某種程度也會 反而會產生反效果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的關頭 到時候這種禁止 反而可能不一定能夠保護到拜登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說班農也好 因為班農跟郭文貴的關係很好 所以這次又把中國的因素 扯進來了 就是說我們知道為什麼會扯到薄熙來 或者我們講薄田田 薄田田到底是不是真的 說是薄熙來跟一位藝人生的 那我們知道薄熙來的兒子叫薄瓜瓜 一個瓜瓜一個甜甜 瓜很甜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那基本上講說現在說 因為薄熙來跟 為什麼說 因為薄熙來基本上是被習近平 給鬥倒的 我們知道在十八大以前 江澤民系統是挺薄熙來的 胡錦濤系統是心理克強的 兩個相持不下 後來出了一個習近平 就大家妥協下 但是薄熙來跟習近平一直是 政壇上的競爭對手 為什麼 薄熙來的父親叫薄一波 是開國元老 習近平的父親叫習仲勳 也是開國元老 那我們蠻好奇就是說 這一個路德社 我不知道他的那個觀眾族群 就是說 那個郭文貴很要好 他們不是有一個美國華人自媒體嗎 那自媒體 你要知道說 當我要報這個料 我說跟江派有關係 是在鬥習近平 你要有一些受眾 你要受眾的幅度夠大 然後他才會變成說 他傳播的那個效力 對就是說 可是因為我覺得一般的美國人 是不是這麼瞭解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太細節了 這個我覺得只有華人 可能會理解 如果你說什麼薄熙來 你說什麼習近平 我特別是有一些 特別是一些派系鬥爭的問題 我覺得那個東西 可能一般的美國民眾 並不那麼瞭解 不過他就是要告訴美國人 就是拜登家族 他的兒子杭特 跟這個中國的關係 跟習近平的關係 其實很密切 所以就像川普講的 你投給拜登 就投給中國 拜登贏 就是中國贏 美國輸 他只是要把這個問題 對個簡單的觀念 來做處理 但是可以看出來就是說 其實這次有人說 這個柏田田 他等於報一件之仇 因為薄熙來是在十八大開始前 本來他跟習近平是競爭對手 後來在十八大之前被鬥倒了 那是被誰鬥倒 但是被習鬥倒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柏田田是誰呢 他除了說是這個薄熙來的私生女之外 他又是葉簡明的所謂的國際事務的經理 等於說他很清楚 葉簡明跟Hunter之間的互動跟合作 所以說是等於說 柏田田把葉簡明的相關跟Hunter的關係 告訴了這個 等於洩漏出來 所以他現在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個因素 所以還就是說 這個柏田田爆了一件之仇 但是我覺得其實不只是薄熙來 因為包含江澤民的系統 我們說曾慶紅也好 孟建柱也好 據說是他們三個人 把這個三個 這個三個硬碟給了川普 然後還給了這個 這個裴洛西 他是這個民主黨的 這個眾議院的議長 那因此就是說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過去 剛剛我們講說中共過去不了 各種派系忽然鬥爭 但大家有個前例是 大家在共產黨這艘船上面 我們大家至少要讓這個船 不能沉 我們內鬥再怎麼樣的激烈 我們一定要一次對外 特別一次對美 可是現在就變成說 江澤民也好 曾慶紅他們發覺一件事 當你中美貿易大戰之後 我們在美國的資產 有可能被川普沒收 就這個時候是我們 譬如說你習近平是要把我們改下船 那我們如果我們要改下船 那這艘船都讓他沉 就讓他沉好了 對 就讓他沉了 而且他們認為 川普跟習近平不合 那習近平又比較希望拜登當選 那這時候我們一定不能讓拜登當選 那怎麼辦 就把拜登家族的醜視 給川普 而且他們認為說 如果川普連任的時候 要告訴川普是 我們跟習近平是不一樣的 你要沒收 你去沒收習近平的在美國的財產 所以現在就變成說 中國內部的分裂 那之後變成才有把這個機密的資料拿出來 我們知道列寧 共產黨的這個創始者 列寧講會一句話 堡壘要從內部攻破 所以現在變成怎麼樣 本來中國共產黨裡面鬥得很厲害 但是對外是團結的 但現在裡面已經於死往破了 那於死往破了之後 當然美國就趁機介入 但是這樣到底會不會影響選舉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一個趨勢 我先請教易富哥 我們看整個美國大選裡面 你來看 這個是差一天而已 這是二十三號的報導 就是說已經有超過四千七百萬的選民 已經投票 超過了二零一六選前的這些人數 然後隔一天之後 你看到他的狀況 已經大概有五千萬人 已經提早投票 數字越來越多 而且他們現在預估說這一屆的總統大選的投票率 可能超過六成 創下百年新紀錄 可見這次廝殺有多麼樣的激烈 這個對選情的影響 佛羅里達的那個大學教授 他負責管理選舉計畫了 他就說過了 大概他推估今年的投票率 高達百分之六十五 是一九零八年以後的最高投票率 最高投票率嘛 那你看五千萬五千萬已經是他們投票率的三分之一了 我覺得還沒有到十一月三號搞不好投票率破五成以上 就是投票率提前投票過百分之五十以上 請你從投五千萬來說的話 那就表示你後面發生什麼事我都不管了 我行我早就決定投給誰了 我就投了 不管 那裡面 裡面這件事情裡面當然我們看的是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拜登裡面所謂的電油門的事件 跟一個疫情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兩個最大的拉扯 那疫情的後遺症跟拜登的後遺症 那兩邊在拉扯 那當然你說拜登的問題 這兩邊在拉扯 當然你說疫情有沒有牽涉到中國 一定也都牽涉到中國的問題 疫情確診是活生生的數字 死亡是活生生的數字 哪幾個州嚴重是活生生的數字 但是你現在談到的Hunter的問題 拜登的問題 沒錯 現在都看到是人在陳述 你包括出來的說什麼合夥人什麼 都是在陳述 你有看到金流證據嗎 沒有 你沒有看到任何一項很具體的證據 所以我們才會說看明天 朱利安尼提出什麼證據 因為你現在所有的講話 你知道嗎 如果是十八劑那個可以播嗎 你知道嗎 我們在講說那個 那個定於十八歲 十八劑又不能播 定於十八歲 如果你播出具體的顏面什麼的話 那是犯罪 一樣叫犯罪 所以對朱利安尼來說是一個很麻煩的事 你打馬賽克人家會認為真的還假的 如果你不打馬賽克 你先違法 馬上出現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還有一件事我看了 我就覺得說這世界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不是一直在講說那個福斯新聞是挺川普的嗎 可是福斯新聞現在他有一個報導 他是講說 航特生意夥伴所提供的這些簡訊跟電郵資料 沒有辦法證實拜登兒子 就是有關係這些生意關係 沒有辦法證實說他收了什麼利益 是不是轉向了 怎麼那麼奇怪 我覺得還好吧 我覺得還好吧 還是說媒體人的那個 因為我覺得一件事情 他們在提醒 朱利安尼 你要拿資料出來 事實上你簡訊什麼一大堆 你說歐 說班農出來說是歐巴馬 那人家問你一句話 錢在哪裡 你根本打不下去 你金流在哪裡 證據在哪裡 你打不下去 那你今天也一樣 如果說出來一個筆電門說什麼 川普的東西 那我也沒資料我就打 我就打 所以你看現在 朱利安尼要打 那民主黨人在網路上發酵的是什麼 就是說朱利安尼是從 花錢從俄羅斯買的 他們也在做消毒的工作 也一直在做消毒的工作 所以他是一個 兩邊裡面都在一個在打一個在消毒 目前為止 當然要看到的是證據 如果沒有證據 沒有具體的證據 我認為這件事情 整個對美國的選舉的發酵期已經過了 如果你沒有證據 其實你可以看到拜登 反正我這一塊我先模糊處理 這是不實指控 然後他在操作的是另外一塊哦 他要把這個選民拉回來 剛剛時期有提到說是亞裔的美國人 這一塊我請教這個廷文老師哦 當他在辯論的時候 他有特別提到一件事情 大家會問說你跟中國的關係 那你要怎麼做嗎 他是這樣講 當我如果當選的話 那我會要求中國要依國際規則形式 不管是貿易的啦 或是對待國外國企業等等 或是在南海的舉措 然後呢 他把這個 因為他講了很多人 其中有一個在講到習近平 他說是惡棍 惡棍聽起來好像說 措辭已經很強硬了 可是呢 當他要求中國說 他會依國際規範來行事 大家覺得說 啊不然你拜登 怎麼會這麼樣的天真 好傻好天真 怎麼樣來看他這個轉向 這個這個 拜登他代表是民主黨的思維 那民主黨長期以來 本來就是說要要求 中國進入到現在的這個國際規則 國際法當中去遵守 目前的這個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 但是歐巴馬時代已經實驗過了嘛 歐巴馬時代在最後兩年 就是說在他第二任的最後兩年的時候 他發現到說 這事情已經沒辦法 中國他似乎已經不聽掌握了 就是說對美國來講的話 他他要求他在南海方面 你看特別那個蓬佩奧提出來 就是說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習近平去見這個歐巴馬的時候 當面承諾說在南海不會搞軍事化措施 他現在軍事化不是 那個整個礁都一直都 而且他還把他當作一個前進基地 然後再把他去騷擾越南 還有騷擾馬來西亞跟菲律賓這些國家 所以整體來講你會看到說 最近其實不僅僅只有台灣挺川普而已 你看到還有這個越南 越南有一些聲音出來了 就是說其實他們還比較希望川普能夠當選 為什麼越南還有很多的問題出來就是說 因為我看到是台灣跟香港嘛 現在越南也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歐巴馬 鬧得很煩 對 只要跟中共做對立面的 或是包含像日本 越南 其實都有一股聲浪 是希望能夠川普當選了 最近還發生做一些 這個在廣西省邊界跟跟這個越南的邊界 租了一個圍牆 主要的目的就是避免廣西人 然後翻牆跑到這個越南去找工作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川普的印太炸對一打下去之後 結果很多外資跑了 從中國大陸跑走了 然後差不多進到這個越南這個地方來 那越南的話 當然勞工需求非常強 所以反而變成中國大陸的人民沒有工作 所以你看到廣東廣西 那一帶 其實東南沿海地區 有些過去都做代工的 這些工廠都關了之後 其實他們必須要去找工作 才能夠過日子 所以看到廣西這個樣子 就是說他的邊界 租了一個圍牆 避免廣西人自己跑到越南去找工作 這些事情就可以看得出來 川普他那個印太戰略 的確是有他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功效存在的 那反倒是歐巴馬 他在後面這幾年 就是說其實從希拉蕊 開始擔任他的國務卿之後 提出了所謂的重返亞太 亞太戰略 這個看起來好像只是空口說白話 你都一點一點用處都沒有 其實川普跟拜登 他們兩個的最大風格在哪裡 就是說川普他事實上 你說他不遵守多邊主義 或者是說他不遵守國際法規則 其實也不能這樣子誤會他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川普認為說 我自己用說的 沒效 用說的你不聽 這怎麼辦 我用打的 我用拳頭來揍你 揍到你遵守那個國際規則 拜登不是嘛 拜登他就說我就是跟你好言善勸 我就是勸道德勸說 你對惡棍用勸說的會有效你 沒有用嘛 因為他們把中國如果定義成是一個流氓國家的話 對付流氓 怎麼可以用這種好言善勸的方式呢 你怎麼跟他講法律 不是嘛 派警察把他抓起來嘛 不是這個概念嗎 所以川普跟他的作為 其實我後來發現他說 其實川普他有很多的一些外交上的一個作為 其實還比過去的歐巴馬或者說拜登其實還要做得不錯 比如說剛剛有提到這個以色列跟這個所謂蘇丹 這個所謂的正常化關係 那其實前面有兩個 一個就是巴林 一個另外就是阿聯酋 這件事情非同小可 為什麼 因為整個中東局勢 從這個二戰結束之後 這個猶太人建國 以色列建國之後 跟巴勒斯坦之間的關係 跟阿拉伯世界的關係 這整個局勢造成整個中東紛亂以後 包含這個油價的問題黃金的問題 這個川普只用了幾年時間 然後就讓以色列跟這些國家關係正常化 那這個你當然歐巴馬也有跟古巴關係正常化 跟伊朗關係這個正常化 問題是這些東西後來被川普推翻 因為他認為說 怎麼可以跟共產世界國家站在一起 所以你看到川普這些旁邊的這些人 共和黨人其實是反共反到底的 那真的是在走過去的雷根路線 其實我們還很好奇一塊就是說 拜登他在辯論會之前 他特別投書世界日報 我請教時期 他投書世界日報 要講什麼事情 他要講的是 臺灣其實做得不錯 我們在某一些地方 但是他的這個形容詞有點奇怪 他為什麼要講說 我們是一個democracy 是一個民主政體 像某種程度是一個矮話 為什麼不是說 我們是民主國家這個部分 那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當他在選前拋出臺灣牌的時候 可是我們會頒頒可考的這個歷史 這邊就有一篇是已故的前民黨立委蔡同榮 他在2008年的時候投書自由時報 他講的是2000年的時候 曾經跟拜登有交手過的經驗 他那時候是因為美國的眾議院 已經通過要加強美台關係的臺灣安全加強法 但是到了參議院的時候 拜登他是一個蠻強烈反對的人 所以就是要去找拜登來溝通 但是拜登跟他講說 臺灣關係法沒有必要另外再成立一個 有這個臺灣安全加強法 沒有需要 已經有這個臺灣關係法了 可是你來看 其實蔡同榮他做了很多事情 一我先找同鄉去 二我找民主黨參議員去說服 三我清新來說服 都沒有效 所以我們在講說 選舉前才丟出臺灣牌 到底是真心的 還是選票考量 我會認為比較像是選票 也就是說因為怎麼講 就是說選舉他會因應目前的局勢 來調整他的策略 他當然知道 拜登陣營當然知道 現在中國是全世界的一個 很大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臺灣在這個 這段期間裡面 的確表現得非常好 打出臺灣牌 當然會有利於 他爭取亞裔美國人的選票 這件事情 我認為拜登陣營其實是精算過的 好那至於說蔡同榮 蔡同榮過去在美國跟臺灣之間的關係 的確做過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但是拜登陣營可以解釋成說 當時的國際的環境 跟現代的國際環境 坦白講當時大家對待中國的方式 跟現在大家看待中國的方式 的確是 的確是有蠻大的不一樣 但是拜登現在 因為因應現在的世界局勢 知道中國的這個角色 造成的世界上面極大的困擾 他必須要往這個方向去轉 這也是為什麼在美國的 不管參議院或眾議院 橫跨兩黨都一致的在簽署支持臺灣的法案 這也就是說對於民主黨來說 拜登你也很難違逆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執政的方向 好那所以接下來大家要問的是說 你現在為了選票 你現在了解了國際的局勢 你可能會把臺灣拿出來 作為你你這個收容選票 或者是吸引選票的一個利器的時候 那會不會因為你的這些醜聞 然後影響到 如果你今天真的選上總統了 可是中國仍然是你心中 最軟的那一塊的時候 你會不會因此而 某種程度犧牲了臺灣的利益 犧牲了美國的利益 而去滿足了中國的要求 因為你個人以及你的小兒子 不但生意或者是交往上面 跟中國的關係太深 就這一塊其實是 其實是大家 是我們都非常非常關心的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說 我覺得他現在可能會更加注意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我跟這個我親中 我跟中國的這一塊關係 所以他後來會不會有點避嫌 我在想說要這樣的操作 或許有一點要避嫌的概念 然後他也輕描淡寫這一些醜聞 這個指控 然後再加上媒體其實蠻幫忙 美國的媒體還蠻幫忙的 所以我覺得他在處理這麼大條的 一個醜聞的時候 其實有點輕輕巧巧 好像好像即將要 對好像即將要脫身了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說 台北時間明天早上的那一個 朱莉安妮的那一個 他那個是整個節目 一整個節目都要播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都很期待說 到底有沒有更勁爆的東西 因為按照朱莉安妮的講法是說 他看過這個他兒子小兒子 杭特這個戀童就是不當性行為的自白 自白 這個也不用撥畫面 他只要有自白 我覺得就已經夠可怕了 而且因為他是未成年的話 如果這件事情屬實 哇 我真心覺得 那個傷害 傷害的力道是相當強的 為什麼 是因為儘管那是他兒子的事情 不是拜登自己做的事情 可是你兒子做出這些事情 你這個老拜登知不知道 然後你當時採取的措施是什麼 有沒有試圖做任何的努力 或者是說法律上面的這些究責等等 你的態度決定 我覺得會有一個決定性的影響 來 鄭浩補充 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照理來說 我們對於政治的理解 就是大框架決定了 你任何一個人都不可以違背 譬如以台灣來說 台灣的大框架跟大價值是要反中 那你不管是個人或是政黨 你可以持你個人的立場 可是你沒辦法影響整個台灣的大框架 尤其是在民主社會的輪替之下 你可以繼續去親中 可能你會慢慢被淘汰掉 會被新陳代謝掉 這是民主很健康的關係 那這在美國跟中國的概念上 沒錯 整個美國的整體利益是要反中 整體利益的大框架 沒有錯 也都是要反中 早晚會跟中國分開的 那我們一直評估說 不管是民主黨或共和黨 不管是哪一個人的總統當選 都會反中 都會給中國制裁 只是步調跟方式會有所不同 可是現在最大變數是 如果拜登過去十幾二十年 都在跟中國做生意 這已經不是最軟的那一塊了 而是中國握有他的把柄 他必須在很多時候跟中國浪力 而且你要知道 中國現在真的不是前球就是朝夕 就是這幾年 簡單講你這幾年 只要拜登放一點水 中國科技趕上來 就再也不需要美國了 這幾年只要軍事 中國趕上來 也不需要美國了 我舉例你說歐巴馬 你說整個川普很強硬對不對 現在比如說講晶片 晶片現在不是說 如果要去賣給華為晶片 都要經過商務部的核可嗎 美國商務部核可 你知道美國的AMD 也是晶片製造商 申請晶片 川普是同意的 讓他過去 為什麼很簡單 因為他是賣所謂的電腦的晶片 跟5G不一樣 他單純是電腦 所以他認為這OK 所以換句話說我要講的是 我們一直以為現在所有的晶片 都不可以賣中國 不是美國的行政體系 是有行政裁量權的 對於他來說 如果假設拜登是他的把柄 我覺得他軟勒是他情感上 可是他把柄如果是被中國拉走的話 他只要再給中國晶片幾年的時間 或者是艾斯摩爾的那種生子外光機 幾年的時間 中國可能就克服了 2025中國製造的門檻 他只要一克服 抱歉你後面沒有東西可以前置他 又或是歐巴馬在當總統的時候 歐巴馬那時候是玩兩手策略 他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 是大力的去譴責習近平在南海的擴建 然後習近平本身身段很軟說 沒有啦 我們這都是合法的 都沒有軍用 結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跑道都弄出來了 然後雷達戰都出來了 飛機都來了 然後歐巴馬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你要跟我講說 美國的軍事衛星沒有發現南海那邊 在蓋跑道嗎 不可能嘛 你要說我勸他 他會在這個國際遊戲規則裡面 你就是勸不動 你說話也沒聽 所以當美國的領導人說用勸的 說用談的 說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 結果就是讓中國無限擴大 無限變大吧 你看現在整個南海最大的問題 都來自於歐巴馬那幾年的縱容 所以讓中國在南海設了前進基地 所以拜登當選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他是個正常的美國總統 他可以維持美國利益值 他對付中國方式可能不同 可是如果他自始之中 有政治上的把柄被中國抓死的話 未來四年到八年 他對中國一放水 抱歉 中國會永遠領先美國 甚至領先全世界 這影響就蠻大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的是 那中國他們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習近平突然要 趁著這個抗美援朝七十週年 然後他講的話 還感覺上蠻紅色的 他說我們要讓世界知道 中國是你們惹不得的 這句話背後的用意究竟是什麼 好這段我們來看到是習近平 他在十月二十三號時候 在抗美援朝七十週年的一個大會上面 他多次重炮開嗆 你為什麼這麼嗆呢 雖然說他沒有點名 他在講哪個國家 但是他的措辭的確 就是針對美國而來 甚至他還講說 哎呀你們這樣搞霸凌 終究是死路一條 我們起來看 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抗美援朝七十週年大會 卻除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國際說醜話的一場大秀 任何我行我素 唯我獨尊的行徑 任何搞霸權霸道霸凌的行徑 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不僅根本行不通 最終必然是死路一條 低頭幹稿料虎話 台下文武百官掌聲熱烈 但選在抗美援朝紀念週年吐出犀利言辭 無疑就是針對美國 我們絕不會做事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受損 絕不會允許任何人任何勢力侵犯和分裂祖國的神聖領土 一旦發生這樣的嚴重情況 中國人民必將予以迎頭痛擊 好 剛剛這個場合裡面 習近平講說你要搞霸權霸道霸凌 最終是死路一條 講話是講得鏗鏘有力 但是呢 四十多分鐘的演說之後 不曉得怎麼 是不是氣力用盡了 突然急肝逃行吧 我們一起來看這個畫面 在眾人的關注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昂首擴步大步進場 出席中國抗美援朝七十週年 今年大會 只不過習大大出走這一段路 刻意走得氣與喧昂 中國央視的鏡頭下捕捉習近平 會嫌會見當年參戰老兵 也許不是出席人數眾多典禮的關係 習近平走起路來明顯有不少晃動 甚至有媒體也注意到 四十分鐘的演說結束後 習大大下台同樣也走得步履滿山 任何我行我素 唯我獨尊的行徑 任何搞霸權霸道霸凌的行徑 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此外有媒體發現 習近平就算對外料狠話 可能擔心講錯話會影響威嚴 三不五師就要低頭看稿 甚至還被抓包偷抄毛澤東的字句 卻可能因為不熟短短四句話就低頭看了三次 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 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 是不好辦的 這段毛澤東在1953年說過的話 習近平原封不動 常來用 卻因為不熟看了好幾眼才順口講出來 但不光這一句讓他的低頭一再確認 絕不會允許任何人 任何勢力侵犯和分裂祖國的神聖領土 一旦發生這樣的嚴重情況 中國人民必將予以迎頭痛擊 所在這段對外宣誓主權的狠話 習近平也一樣看了四次才唸完 連嗆嗆都得不斷看講稿 讓不少網友認為 光這樣氣勢就弱了不少 罵人當然是要看稿 這樣才不會罵錯 可是你低頭看了四次稿子 還有一件事情 假設我們這個節目上 有三秒鐘沒聲音 你可能動作電視是不是壞掉了 還是說被消音了 為什麼習近平他在這個演說之後 被發現到這麼多奇怪的一個動作 習近平健康或什麼的 那當然要中南海的御醫才能講話 對不對 所以大家不知道 但是他確確實實也會發現 他最近是非常的詭異 不太正常 壓力或很多狀況都很反常 首先習近平最大壓力是什麼 就是下禮拜一 他們的五中全會要開了 那五中全會裡面 所有的政治局委員 所有的代表會被放炮 這是他的一個最大壓力 而這壓力就是關於接班人的問題 可是習近平最近 你看他這些動作裡面 首先他講到霸權霸道霸凌 我相信那個菲律賓 南韓日本 台灣越南印度 都會覺得你不在講你自己 對啊我在想他為什麼要講他自己 那是一回事 可是習近平最近做這些動作裡面 最奇特是什麼 開始跟美國強硬講話了 中國人是不容被欺負的 你要知道在他的腦袋裡面 正極天下 十四億中國人要聽九千萬共產黨員的 九千萬共產黨員只能聽我習近平的 他其實都不斷地強調一件事情 我是不容被挑戰的 那為什麼我會講這個話 因為習近平最近很奇怪 你知道從那個武漢肺炎起來 到了整個最近前半年整個那個中國大淹水 然後又出了很多奇怪的病 很多的事情 那七常委常常不見 常常沒有在一起 可是呢 十月二十二號 十月十六號 政治局七常委都被習近平叫到我面前來 一起開會 就代表著你們不要給我亂跑 你在我面前我要盯著你 你就守在我身邊 你七常委不要給我 不要在那高拐 對不對 你不要給我出去搞東點西 還不只這兩次 然後十九號的時候 帶著他們 還硬把一個我們傳說很久的人 王岐山 硬拖過去要去看軍事博物館 要紀念這個抗美援朝七十週年 雖然王岐山臉色很不爽的轉到旁邊去 你還是給我站到我旁邊 然後昨天二十三號又來一次 又要把七常委抓到身邊 要講說我要抗美援朝 你會看到說習近平現在真正壓力什麼 他很怕現在你下面的七常委 是不是在外面跟誰溝通 你在外面跟誰怎麼樣 所以通通最簡單的最安全的方法是 通通坐在我前面點名 一起排排座吃果鍋 然後你就不用給我跑 所以其實習近平真正的壓力是什麼 他其實講這些講這麼硬 都是告訴你說 我絕對不容許你在二十五號 你們這些常委跟我私下串連 私下搞鬼 不要給我搞那個什麼 親王義政或什麼的 這些狀況 所以習近平的壓力很大 然後另外一個他的壓力是什麼 他為什麼講到抗美援朝 因為當時毛澤東講說 他為什麼要去打北朝鮮對不對 為什麼要去打韓戰 因為毛澤東他什麼名言是說 帝國主義有三把刀插在我們的身上 一把刀是頭上就是北韓 一把刀是插在我的肚子上 那個是插在哪裡 就講臺灣 那另外一把刀插在我的腳上 他指的是越南 可是現在習近平發現說 現在不是了 現在習近平 我們臺灣叫做刺蝟戰術 習近平發現說他也是刺蝟 只是說刀尖都是像自己 對不對 臺灣這邊也出事 日本也出事 越南也出事 蒙古也出事 新疆也出事 還有一把最大的刀 那把可能是大關刀 硬度 所以習近平現在所有的刀 都會砍在他身上 所以他這時候要講很硬 因為其實他也很怕 就是中國人內部裡面 大概心裡也有底 不管他怎麼控制沒底 現在習近平 其實他們講的 其實有一張照片 我是沒找到 就是把持習太后的那個臉像 換成是習太后了 就是只有他是這麼勇敢的 可以跟十一國宣戰 然後這樣一個習近平 其實他的統治威權 二十五號的五中全會 都會受到挑戰 所以會看到整個環環裡面 其實習近平講這麼硬 原因就是說他真的很害怕 所以也許他那個走路搖搖晃晃或什麼的 就是我想說他是貧血突然之間 心中的壓力大到太 不知道怎麼樣了 庭輝老師怎麼看 因為抗美援朝 然後又講這些話 我們一直在解讀說 他這要講給誰聽的 我覺得他這幾天可能睡眠不足 因為基本上你看到他從深圳回來 回到北京之後 感覺好像都不是太正常 因為這感覺好像身體還蠻虛的 那有人認為說他在深圳那邊 好像就感覺到 是不是得到武漢肺炎 然後趕快跑回北京 但是看起來似乎不單單只是武漢肺炎 因為我覺得他的心病 可能高於他的一個 生理上的一個病痛 為什麼心病高於生理上的病痛 因為主要是美國的問題 那你現在不管是拜登的 這個陣營當中 那些弊案是不是跟中國有關係 或者是接下來川普 會不會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措施 這個對習近平來講的話 你看他藉了這個機會 最主要講說抗美援朝 雖然嘴巴講的是抗美 但事實上 大家都認為說 他是在團結他內部 因為他內部的東西太多了 壓力太大了 他經濟狀況不好 剛剛我們提到說 很多中國的這些勞工 找不到工作 這些其實是會反叛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地攤經濟的問題 他現在有些地方可以 有些地方不可以 那不可以的地方 可能會被城管打 而且城管又是一個 這個所謂大家很討厭的一個對象 然後另外就是說 內部來講的話 又有這個所謂的派系的這個問題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他在這個所謂的十九大五中全會之前 他的確內心有很多的問題 然後再加上明年是共產黨建黨 一百週年 二零二零一年的 這個這個小康社會一直沒辦法達成 嘴巴說好像可以達成 但是事實上所有的數據 顯示全部都是沒辦法達到小康社會的 這樣的一個標準 所以換句話講說 他他然後再加上所謂的臺灣這邊 然後就跟美國之間的這個關係 不斷的強化 甚至都還傳出什麼美臺建交的 這些事情 所以總體上來講的話 習近平他其實內部外部的壓力 真的是很大 如果你是他 如果你是這個領導人 中國領導人的話 你還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 那你要讓共產黨 整個中國民主化 也不是整個他認為整個共產黨是整個會垮掉的 那整個說如果再敗在他這一代的話 那事實上是是有罪惡的援手 所以換句話講 就是說習近平 他在面對這種整體的壓力 在十九大五中全會以前的話 你看到他當然就是這種走路顛簸 或者是說心態上 或者怎麼樣都是很不舒服 他那種壓力可能吃藥沒有辦法還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你看到各國的政要 大家在講的這些論點 都是在圍堵中國 我要請請教范老師 我們看到是這個 美國的前副國務卿 史坦伯格 他透過視訊發表演說 他強調說中國現在所作所為 目前的路線 最後他會輸得很慘 也讓美國等其他 我們志同道合的國家 更有決心來合作 呼籲中國應該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區域夥伴 然後你可以看到 現在的美國國務卿 龐佩奧 他跟歐盟外長 波瑞爾有啟動一個 美歐中國議題的對話 他們也是透過視訊的方式 重點是 你看到他們新聞稿裡面透露說 好 龐佩奧跟波瑞爾 同意持續舉辦 這樣的一個峰會 我們繼續聚焦什麼事情 就是中國最怕的 包括人權的問題 還有他們要討論安全跟多邊主義 等等這些問題 你觀察到一件事情 就是美國這幾個月 持續在強化 美國跟歐洲聯盟的關係 龐佩奧從七月開始 他頻頻的訪問歐洲 這樣已經有十個國家了 重點是他有沒有效 有效啊 因為很多國家不是針對這個 中國的人權 針對新疆 針對香港問題 都發出他們的譴責 對 我覺得其實習近平的確 他這個時候越大聲 越鷹派 越戰狼 其實就引發周邊國家 對他越大的排擠 特別是美國 所以我覺得那是適得其反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剛剛創下來講 他內部的壓力是很大嘛 你看他剛剛才這個任命 新的人民日報的設獎 叫妥政 十月二十號 人民日報的官網 才把妥戰的照片放上去 把他的名字換了 結果接下來到處都在傳 哎呀 妥政 你怎麼五年有六位情婦 有八間房產 存款有四千五百萬 到處在封傳 妥政是習近平的習家軍 所以這個人剛剛上任 為什麼就有這麼多的傳言 想要把妥政拉下來 那表示什麼 習近平現在連一個妥政都搞不定 所以他難怪他心裡會慌 就像目前看到的內憂外患 所以他在這邊講得大聲 哇 怎麼樣 把習近平把毛澤東當時的抗戰 抗美援朝的事情講出來 我們看中國在上一次 抗美援朝六十週年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活動的 五十週年的時候 二零零零年的時候 也是盛大舉行 為什麼 那時候江澤民 那時候中美關係也搞不好 所以當他對外關係不好的時候 他對於韓戰 他就不斷的搶 鼓動人心 然後告訴美國 告訴世界各國 你不要挑戰我 我可不是好惹的 然後要求黨內各派系 為了要一致對外 我們要團結一致 怎麼團結一致 要鞏固習核心 就要鞏固我習近平 就不要在五中全會有任何的聲音 所以他是在做一個大內宣 可是當他做大內宣的時候 當然各國我們看到了 周邊國家就更加的懷疑你 就有更多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他最近很多事情都是適得其反 例如說他他要這個中國駐斐機大使館的人員 對於我們今年的雙十國訓來鬧場 對不對 打了我們兩位這個我們的駐斐機的人員 結果呢 蓬佩奧出來幫我們講話 美國國務卿什麼時候 每天那麼多事情 他能行功復活到臺灣 那你想想看 然後他這個就叫那個香港的這個塔臺中心 禁止我們這個要飛往東沙島的 這個利隆的軍包機 這個返回 看起來也是給蔡英文穿小鞋 結果呢 我們兩架西腰山洞直接穿越 直接到東沙給你中國打臉 所以這個都當然沒有背後 美國的因素 美國的同意 臺灣不可能這樣做 因為這其實也是一個對中國的某種程度的一個宣誓主權 跟挑釁行為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做這些 搞這些大外宣大內宣的結果 其實只是讓國際間更加 跟他對中國更加敵對 但他現在已經沒有辦法了 他現在只能夠穩定 先穩定內部再說 至於外部怎麼反應 他暫時不予理會 那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從其實這個抗美援朝戰爭 最大的獲利者是誰 其實臺灣 搞清楚 當時本來美國的這個總統杜魯門 他是要拋棄臺灣的 因為一九四九年蔣介石來到臺灣之後 杜魯門有一個中國排皮書 他說這個蔣介石政權貪污腐敗 我們不要 我們到時候解放軍要登陸臺灣 我們再坐壁上關 當習近平講這話 我覺得某種程度好像有一點在求饒的味道 我請教義夫哥 因為之前記不記得 他不是講說在這個聯合國吧 他不是講說什麼 我們永不擴張 永不什麼 不要拳頭大 對啊 不要誰拳頭大 可是他現在又在講說 我要讓世界知道 我們中國是惹不得的 你會看到他其實是一直在做一些兩面手法操作 講這個話 他的用意是什麼 我覺得一件事情 習近平現在最大的工作就是先度過五中全會再說吧 其實他的焦距應該是五中全會能讓他安全的度過吧 可是他之前有一次 上一次不知道是什麼會 他也是要安全度過 是北戴河會議 所以他每一年要經過這麼多關 因為很簡明一件事 你可以看得出來抗美援朝 其實某種程度上 他在宣揚扣充的是一個民主主義 然後講到中國是惹不得的在宣揚國家主義 其實再加上剛才創相講的 帶了六常委跟王岐山 固然我也認同就是創下剛才講的就近監視 但同時也告訴人家依然臣服於我 我政權依然穩定 我叫他們來就得來 那個對內部的宣傳上面來看就是 我就是站在中間 我們所謂的西位 你看其他的常委包括王岐山 我叫你們來你們就得來嘛 所以我覺得他的目的是激起一個民族主義 愛國主義那個國家主義 然後再透過把六常委跟王岐山叫來 去告訴大家在內宣上面告訴大家 他是一個政權穩定的領導人 他的政權穩定你就在五中全會 你選擇的可能就是閉嘴啊 不會去挑戰他嘛 所以我覺得他先度過五中吧 我覺得習近平大概是關關難過 關關求過吧 會不會過不知道 就是關關要求過吧 你包括他的南巡 去軍區等等的一些 他就在告訴你 我依然叫做軍委主席 軍權在我手上 我說了算 打與不打聽我一句話 聽我的命令指示等等 所以我覺得他一直在做一件事 就是告訴人家 告訴他們的大內宣 他的政權 目前為止 不管外界怎麼說 他都要告訴你 他是穩定的 他是很穩的 但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他面臨了許多挑戰 但是他在內宣上面 他就要告訴你 我是很穩的 我是很穩定的 所以五中全會不要挑戰我 他要先度過五中全會 他還透過很多方式 比方說是軍事方面的一種內宣嘛 我覺得好奇怪 這釋出的照片不太合理 因為他在講說 中國海軍在南海 發射數十枚的導彈 照片曝光 怎麼會是這個 為什麼外面是這個 我就覺得蠻錯愕的 你起碼給我們看一些說 你真正的這個導彈的 比較明確的東西 怎麼會是一個戰機起飛 那就不是那麼貼謝 發射之後可能都沒有打中 都沒有打中 可能好萊塢影片沒有找到 還沒找到 就是很奇怪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夾著看 我請教正好 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 當這個中國在講說 你不要惹我 你不要惹我 可是美國做什麼事情 他找了一個理由 這個理由有一點歪 可是至少我找到理由 他找到理由是說 中國在印太海域非法捕魚 而且你騷擾其他國家的船隻 危害到了美國跟鄰國的主權 所以我就宣佈說 我海岸防衛隊 我會部署新一代的快速反應的巡防艇 來打擊區域內的不乏行進 他用一個非法捕魚的理由 然後堂而皇之的 我就進到這個印太這邊 西太平洋這邊 我就來巡航了 美國現在根本不管中國 就有個理由就好 日本也是 他說因為中國人都去所謂 尖閣諸導非法捕魚 所以日本就採購新的驅逐艦 就那驅逐艦又有掃雷的 又有布雷的 然後上面又有飛彈 你搞漁船要搞那麼大嗎 應該不用嘛 因為現在都是這樣子 其實美國人在處理這個 所謂印太戰略的時候 其實他們有蠻細膩的一個過程 其實龐佩奧在七月多的時候 就先定義了整個南太平洋 尤其是南太平洋 然後包含南海這邊 中國在這邊的軍事建築 都是所謂的非法建築 那你先定義了非法建築之後 包含國際法的國際法庭 也說這邊的南海主權是非法申索 好了 當你中國在這邊沒有合法主權 然後是非法的建築的話 那美國就可以幹嘛 拆違建嘛 對不對 你要先定義你是非法 你才去拆違建 所以美國過去也是這樣 他如果要打仗的話 先幹嘛 先說你有毀滅性的武器 他就可以去打仗 所以說比如說美國國軍 最近的新的國防報告 不是說中國有非常多的核子彈 然後在二零二幾年的時候 核彈頭會從三百個變到五百個 會超過美國 那那個時候中國的解放軍 馬上否認說 我們沒有那麼多核子彈 我們沒有那麼核子彈 千萬不要來打我們 都是這樣 因為美國都是這樣 反正美國過去要打伊拉克 都說你有毀滅性的攻擊武器 就去打你了 所以你剛剛看到那個話題 我認為跟習近平 是有非常強烈的對比 習近平的狀況是這樣子 他的態度非常非常硬 然後講話非常非常硬 演習的次數 在文字上看起來非常非常多 可是其實坦白說 我們沒有看到什麼大規模的軍隊集結 跟大規模的火炮試射 甚至偶有佳作的時候 竟然發現是撿好萊塢的 他只是告訴你 我還是軍委而已 演習 或什麼告訴你 我還是軍委 偶有佳作的時候發現說 好幾年前發現 以前央視播出過 然後撿好萊塢的 然後或者是說 馬賽克把那個紅布條打起來 偶有佳作是這樣 可是美國其實坦白說 你看美國其實搞 看得很清楚嘛 美國就是跟你玩真的嘛 不管是過去在南海這些所謂 航空我們今天說來就來 或者是即將要舉行的利箭 利箭今天的訊息是 美國跟日本已經在集結軍隊了 美國的B1B轟炸機 也已經到了關島了 所以當你這個軍隊集結出來 有將近四萬多個軍艦 包含美國智慧隊跟八千位美軍的時候 他是可以在西太平洋 應付任何一場戰爭的 所以他的軍事規模 就是到了這樣子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 我常常講 會叫的狗不咬人 你要咬人也不見得要叫 所以說美國其實這樣子嘛 其實川普最近沒有說什麼 我要打中國 我要打中國 沒有 他只是說 中國會得到應有的報應 就講這平平淡淡一句話 後面軍隊就來 所以坦白說 整個西太平洋 我認為中國的壓力大 主要來自於中國的敵人太多 剛剛川昂哥說的對嘛 他現在是刺蝟 只是說他刺都在裡面 不是往外刺 一大堆人都是 你如果是刺蝟 你要防印度 要防澳洲 要防南海 要防台海 要防日本 要防俄羅斯的話 你根本不可能 把你所有的主力軍隊 放在整個台海這邊嘛 你一分散 那你一分散 那你再大的國家 你分散後 你的死力就不夠 尤其是美國的包衛網 很清楚嘛 日本 台灣 越南 等等大包衛網 對於中國來說 我認為他壓力很大 所以習近平睡不好 吃不飽 我覺得是剛好而已 其實習近平更害怕的 還不止利劍 因為利劍是個操演 操演裡面 美國還沒有一個傳統 利用演習的時候 突然出兵 但是美國最近還表現了一件事情 除了利劍演習之外 這兩天 大家比較小心的 其實美國一直在演習 而且習近平最怕的是什麼 他最偉大的成就 南海諸島的島礁 不小心的 美國給他放煙火 慶祝你的 武中全會 給你炸掉 因為美國這兩天 在表演一件事情 叫做跳島戰術 當年的跳島戰術 就是把日本帝國打垮 跳島戰術 就是我打下你這個島之後 我中間這個島不打 我繼續跳下去 你知道美國在哪邊演嗎 而且日本的F-35A 這個利宗戰機 竟然跟美國首次參演 在哪邊 就在沖繩最前方的伊江島 伊江島過去是 美軍和日軍的炸射 炸射的一個訓練場 那現在他們鋪了寶刀 將來可能會放 兩個中隊的F-35A 然後現在美國在那邊 表演的是什麼 這一次力艦演習 日本有兩千五百名 冰海戰鬥團 美國上次不是 也在關島 夏威夷這邊 沖繩也要弄 那個冰海戰鬥團 他們就在這邊操演 冰海戰鬥團 快速的兩棲登陸艦 衝上去之後 衝上去之後 他們下個動作是 西腰山洞飛過來 飛過來之後 立刻給你 從西腰山的肚子一打開 打開之後就衝出來 M142 那M142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海馬斯 海馬斯 海馬斯一來 一下來之後就立刻攻擊 打你下一個島 在這個空的過程中 海馬斯就繼續上飛機 然後他們再過去 就越過你那個島 再打你下一個島 海馬斯就立刻越過去 美國在告訴習近平說 你南海島礁搞這麼多 但是真的我要打你的話 我用我今天展現的 這個跳島演習 你那個十個南海島礁 我隨時的 就可以把你給打下來 所以習近平很緊張 那至於B1B是什麼 B1B叫做滅國神器 他放在關島那邊 他是滅國神器 滅國 滅國神器 因為 戰略轟炸 戰略 因為伊拉克戰爭 就是B1B 一到的時候對不對 整個海山幾乎就全垮了 B1B是滅國神器 他這次進駐是說 我以前都放在美國本土 現在我直接到了關島 以後隨時 可能關島這個時候 你的東風時期 你擺出來 那是你嚇人的 你東風時期說可以打到關島 說什麼高超音速 結果美國海軍作戰部長 就出來講說 我們也實驗了 但是我告訴你 重點不是飛得快 我們的誤差只有15公分 15公分 對 美國海軍作戰部長 告訴你 他是高超音速 5倍音速這麼快 然後打過來之後15公分 大概這麼大吧 對 那至於中國呢 我們都知道 東風無力百發財 不知道射到哪 不知道一百發會打到哪邊去 你知道這兩邊 他們互相用一些軍事的動作 在傳遞一些訊息 他們在傳遞訊息 比方我們剛剛講這個利劍 我已經來了 而且我有什麼B1B轟炸機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中國海軍在南海 我剛剛是在說 他為什麼照片是釋出這個 還上面還壓這個人民海軍 照片有點奇怪 可是他要告訴你的事 我20號21號 我在海南島西部海域 我有大規模的空對空的導彈射擊訓練 說發射了數十枚的導彈 傳遞什麼樣的訊息 這個他本來在這個南海的附近海域 就不斷的也是一直在演習 我說解放軍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被上一次 10月9號這個美國的 這個馬卡號的這個驅逐艦 進到西沙群島去進行這個奪島演練 嚇到了 也就是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也會認為說 美國不知道什麼時候 有可能會對南海島礁 要採取一些什麼行動 所以他現在在海南島的附近海域 進行這種所謂的演習 這個見怪不怪 但問題是說 他這些演習 上一次他也是一樣 從南嶺也飛了這個 所謂的蘇三 蘇二十 然後到這個南海 這個島礁 繞了一圈 繞了十個小時 而且在飛機上竟然是表演什麼 吃那個軍糧 而不是說真的 就是說發射什麼飛彈 不像我們在F16 我們在不是天龍演習嗎 天龍演習 我們就發射真正的 這響尾式飛彈 但是他沒有 他其實畫面都沒有出來 那不知道是搞真還是搞假的 那只是在吃這些 這個軍糧這些東西而已 說那是巧克力做成的 或者是說怎麼吸那個 飲用水 包裝水 他只要說我們現在這個軍饗 有比較好 可能說他們可以持久作戰 對持久作戰 十個小時持久作戰 不用停下來這樣子 還展示所謂的空中加油 類似這種東西 那這也看得出來 他其實軍方還蠻緊張的 在整個南海附近的演習 但是我們要講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在打任何一場戰爭也好 或是演習也好的話 其實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情報的問題 我們知道說最近這個日本 當然跟美軍之間 會有這樣的歷劍演習之外 那在這個整個沖繩群島 也不斷地在進行演習 但是更重要的是說 日本他也準備想要去加入 這個所謂的五眼聯盟 那這個五眼聯盟 就是我們大家已經聽了很多了 就是說美國 現在要多一群肉粥 對 美國 加拿大 還有這個紐西蘭 澳洲 還有這個英國 就是說過去其實是英國 這個所謂的軍情軍情 是出來的 那出來的時候 這個在各個不同的 這個大英國協的這些國家當中 有這樣的一個情報分享的功課 那日本想要加入這樣的一個行列 也就是說形成一個 對中國一個唯獨策略 那這個重點是說 這個日本這個東西 他怎麼加入 我們知道現在日本的國家安全保障局 局長北春之 他是一個警察廳出身的 現在日本也準備改變 他警察廳內部的組織 增加 分了一個中國 類似一個中國科出來 專門針對中國來握手勤收 所以他們也有意識到 對 意識到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問題 那所以他們願意把這樣的 過去情報 過去日本在做中國情報 是做到縣委書記這一層級 甚至到村委書記都有的 然後把這個情報 跟這個其他國家一起分享 那可能最瞭解中國的 說不定還是日本 而且日本過去在二戰的時候 也曾經佔領過中國 在中國整個進行 地級方面的調查 所以我想日本未來 可能會形成一個 所謂的六眼聯盟 這個東西出現 那這個東西可以拭目以待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的是 國民黨現在已經在想 他們佈局二零二二的這一塊 但是這一招有點奇妙 因為說呢 江啟成他現在想要這個主席 御駕清真的地方是 選桃園市的市長 好 昨天我們看到一個訊息 是有這個軍事情報的那一個圖上面 就發現說 怎麼會有這個美軍的電真機 它飛在台北上空這一件事情 那時候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國防部說 沒有啊 沒有這件事 然後美軍那一邊 第一時間有記者去求證的時候 他們說有這麼一回事 但是後來他們也澄清說 不好意思是錯誤的訊息 這個我們還可以進一步 夾著來看的是喔 來 胡錫進他也catch到這個新聞喔 他說什麼 他說好啊 那如果美國的軍機 你可以在台灣上空降飛的話 那咱們解放軍的戰機也會來 怎麼樣看來這個訊息 來 正好 胡錫進雖然講話常常胡說八道 可是他這句話 坦白說我覺得講的是對的 就是說 他說這東西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情 因為二十一號的時候 那個RC35W飛過台灣的時候 並不是我們台灣人公佈的 是一個叫做東京雷達的軍事網上公佈 RC35台灣由北往台北的南部飛 然後不知道飛到哪裡 他的航基土就消失了 然後二十一號的同時 我們在金門做什麼 反登陸演習 那個時候我們同時在金門做這件事情 所以說我認為 結果過兩天之後 美國的軍事雜隊去訪問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的軍官 他們說確實有這件事情 RC35W有飛過台北 結果今天早上馬上翻空說 沒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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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客觀條件上 同樣在二十一號 唯一有軍事任務的 就是我們在金門做的反登陸演習 因為RC35W是所謂的偵察機 他有RC35SUVW W是最高等級的 他除了可以做所謂的電子吸塵器 就是說把所有敵方的資訊 全部吸收之外 他還可以幫我們前線的兵隊 標定敵軍的動態 跟敵軍的方位 跟敵軍的位置 換句話說 如果你在處理整個反登陸演習的時候 你有一台RC35W在你的後方 告訴你你敵軍在哪裡集結 敵軍哪裡發射飛彈了 敵軍哪裡要發射導彈了 對你反登陸的一方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那我發揮一點想像空間 假設這台RC35W在時間序上 跟我們台灣在金門演習是併在一起的 然後這件事情如果也是事實的話 有沒有可能是某種程度的合併練習 或聯合軍演 那如果是這個程度的話 非常非常敏感 照理來說我們空軍當時第一件 第一時間的反應是正確的 馬上否認 我們官府由上到下說 沒這件事假消息 千萬不要相信 這是正確的 可是隔兩天後我們被承認了 我相信被承認的過程中 對我們空軍來說 或我們國防部也非常shock 因為這件事太敏感 胡錫進說得對 今天美軍如果要來的話 你就等於是強迫解放軍的軍機 也要過來 這件事情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說隔天也就是今天 美國又更正他的說法說 沒有來沒 這件事沒有來 這是在幫美國 中國還有台灣各留一點面子 因為你很想像 今天他去美國軍事雜誌 他也不是什麼阿薩布魯軍事雜誌 他去問了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的軍官 他是太平洋司令部的軍官 不是什麼民意代表 不是什麼什麼 不是路人夾以筆 也不是說什麼火腿族 對 他是真的在裡面服役的人 他能夠出來受訪 都有他的軍事授權在裡面 對不對 所以整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因為我們台灣 我們知道說 對岸一直在胖虎霸 我們敏感度比較高 我們敏感度比較高 所以我相信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我們的國軍也回過頭 還跟美國去做溝通 所以今天訊息才會做修改 可是這個事情好處是什麼 我們台灣至少是踩煞車的一方 因為今天美國 當然是川普要選選舉 他的東西會越來越多 中國習近平五中全會 莫雷修抗美援朝 他跟美國也在加溫 可是如果這個東西 連台灣部分的領導人 就是台灣的執政黨 都在吹油門的話 那反而會讓我們 真的兵兇站位 我問你一句話 你認為大陸的雷達 少不到這台飛機飛的航線嗎 少得到 可是不要 就是大家都不要承認 大家都可以推一步面子 好過 不要捅破這層子 對 不要捅破這層子 習近平有面子 然後大家都好過 所以我認為我們有在踩殺 這個我覺得是好事 好 我們現在看到 還有一個訊息 這個滿有意思的 是有網友在美國白宮的請願網站上面 發起的連署 他說我們要力挺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 還要定罪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其實他是雙十國慶的時候 那一天發起的 大概十二天左右時間 突破了十萬的門檻 突破十萬門檻代表什麼意思呢 依照白宮的請願網站的規則 請願連署 如果在三十天裡頭 蒐集達到十萬份的連署書 然後美國政府依法 在連署書設立的那個日子開始 在六十天之內會需要作出回應 其實我夾著來看一件事情 我們之前在講說習近平大學 不是有一個那個什麼經濟國師 然後幫 香港的 對 幫習近平說 清華大學可以改名稱習近平大學 這個訊息我看到的裡面是七天過去之後 一百四十七個人連署 那落差真的蠻大的 那想說他們怎麼也不順便動員一下小粉紅 但是你看到我們這個十二天之內 突破十萬白宮 美國政府必須要做出相關的回應 范老師 其實這也不意外 因為九月十七號 當時美國的這個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 就跟我們駐這個紐約辦事處處長李光章 可以說是在中午的時候聚餐 而且美國主動把這個訊息告訴給媒體 而且克拉夫特還強調 他一直是依照美國總統川普的政策 希望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 後來我們看到九月二十九號 在這個臺美日 那克拉夫特透過視訊的方式 他再度強調對臺灣的力挺 也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 他那個時候視訊的時候 他背後還有一隻臺灣黑熊在他的背後 我們知道美國的聯合國大使 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三大主要的決策者 一個是美國總統 第二個是美國國務卿 第三個就是聯合國大使 他的說話是舉足輕重 那因此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美國現在就是 他的政策就支持臺灣的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說要用 或者說要重返聯合國 我認為美國並不是支持這個說法 美國是支持是用臺灣的名義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一九五一年 九月八號 當時美國跟日本所簽署的 所謂的這個協議裡面 舊金三合約裡面 他當時是說 日本放棄了臺灣跟這個澎湖的管制權 可是他並沒有講要把這個主權交給中華民國 另外就是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號的中日合約 我們以同樣的裡面的條文 也是只是這樣講 所以他並沒有說把臺灣跟日本的 臺灣跟澎湖的主權交給中華民國 所以總美 特別是美國在 老師我們來研判 因為這個請願他是說要 聯合國的部分嘛 那我看到是法國的外長勒德里安 他挺臺灣參與國際組織 他比較point out 他點出來的是WHO的部分 你覺得倒一個比較快 WHO當然我覺得要看美國總統是誰了啦 因為川普現在已經宣布要退出WHO 那如果是拜登的話 那可能美國還會從 所以拜登講了 他第一個他要重回巴黎 七國協定 第二個他要從他要重回WHO 然後把要好好的修理 修理中國 所以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一個做法 不過不過你剛剛講過 說那個有人要把這個清華大學 改成習近平大學 這叫什麼 這叫低級紅啊 就是改變上給習近平拍馬屁 可是太低級了 對不對 這個怎麼 如果改成習近平大學 很多人可能都要放棄 那個清華大學的畢業 清華大學可能從名校變成 尾巴黎 對 只剩新竹了 我們青大校友 青大校友非常的支持 你不是也是嗎 我們交大 交大 我們非常支持 因為本來的正宗就在我們新竹 對 所以那個非常清楚 然後支持改名的 最支持改名是中國的交通大學 因為交大跟青大 一個是敵我關係 現在沒有了清華 交大獨大多好啊對不對 好 我們另外來看到的是 我們來關心國民黨 他們到底是怎麼樣佈局的 因為2022縣市長選舉 你說現在2020而已 沒有 他們已經佈局到那裡 而且想的是說 如果江啟成 他在這個黨主席 明年可以連任之後 他可以預駕清真 選桃園市的市長 我們一起來看 人生當中得第一的經驗 很多啊 每個人都不知道很多啊 看許曉星直播做料理 國民黨主席江啟成 不斷自誇第一名 很有自信 不只經營網路 也全台討透透 就連週末都南下高雄 現在更傳出 江啟成被看好代表國民黨 出戰2022桃園市長 想像力太豐富了一點啊 我沒有想過 所以我也是今天聽你們講的 雖然當事人撇得乾乾淨淨 不過黨內各三頭 似乎都認為 這可能是一步好奇 長期對對方移民的責任 接著都是一步 是 如果國民黨的分子 的分子就能夠更高 不只高原 我們很多地方都能夠勝選 如果明天碰到江啟成 我真的問問他 過去桃園市的選民結構 一直被視為藍大於綠 然而鄭文燦上任後 施政滿意度都高於70% 藍綠版圖 似乎也跟著鬆動 2022這場仗藍綠都來勢洶 光是民進黨內被點名 有可能接班的以及表態的 就有立委鄭運鵬 前公平會副主委彭紹錦 和桃園市政部門黃世卓 國民黨內除了江啟成外 韓國瑜 吳智陽 呼聲也都相當高 他們會認為說 桃園還藍大於綠的那個說法 我認為只是自己狀態而已 我桃園已經改變了 謝謝國民黨江啟成同席 那麼看中桃園 我是現任的市長 基本上我都歡迎 雖然國民黨主席可能親子出征 民進黨嚴正以待 然而鄭文燦施政獲得好評 2022桃園市長之戰 藍綠想要收復師傅 恐怕沒那麼容易 好我看這個新聞的訊息呢 我先cash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2021五月不是黨主席要改選嗎 江啟成能不能夠連任都是個問題 已經想到後面 他要選桃園市長了 好詭異喔 而且2022的提名權 是明年決定的事情 那如果江啟成選了黨主席 然後決定要提名自己去選桃園 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有一些怪啦 那現在放出這個江啟成 要選桃園的消息 我不認為這是真的 為什麼 是因為其實韓國瑜的周邊人士 要打算在桃園 叫韓國瑜選桃園這件事情 其實動作還蠻多的 他的很重要的測試幕僚 他們前一陣子還吃了飯 他不是又要選台北市長嗎 因為台北市長 他的測試幕僚認為說 你到台北市選的話 那個困難度太高了 而且有講萬安 因為有講萬安 然後會造成黨內的那個 那個那個 搭手的力量太大了 那所以桃園是一個好地方啦 就是對韓國瑜的 這個測試幕僚來說啦 他們就幫韓國瑜分析 然後就會認為說 如果韓國去選桃園的話 那個勝算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為桃園的藍的這個板塊 仍然很大 然後眷村的票可能也多啦 等等的 他們的思考是這樣 那所以現在你看 傳出來說江啟臣可以選桃園 然後其實國民黨在桃園 要選的人還真不少 因為吳智洋也在跑啊 還有那個議長叫什麼 邱毅聖 參選者眾 那為什麼會出來一個江啟臣 我覺得是國民黨內部是要 是要擋掉原本在地的這些人 所以他們需要說 要用一個比較重量級的人 江啟臣 他們真的覺得江啟臣有重量級嗎 我們常常在講說他只能呼喚的一個人 就只有他自己而已 但是他好歹也掛這個黨主席嘛 那你說跟吳智洋跟邱毅聖比的話 總是稍具分量些啦 那所以我覺得這種都是 這比較是黨內自己的力量 在互相拉扯 好不管是誰 國民黨是誰出來 我覺得都有一些困難 為什麼 是因為你看鄭文燦在桃園的這個執政 坦白講他南瓜 他有一點跨越了藍綠 那所以他跨越了藍綠 可是當他換人的時候 會不會板塊回歸 你看不太出來說 藍在這個鄭文燦執政了八年之後 有大規模要回去的意思 就是你目前看不出這樣的跡象 所以我有一點覺得奇怪 就是說現在這個時間 弄出這件事情來 其實主要的對象 其實不是在打民進黨 反而是國民黨自己裡面的權力的鬥爭 好我們看檯面上請教易富哥 檯面上剛剛時期有點出來 我們現在傳出來的是 說江啟臣 我如果是當主席連任的為我 就御駕清爭選擇的是桃園市市長 有這樣的一個風聲 然後呢 這一個這個是現在桃園市黨部的主委 國民黨桃園市黨部主委 同時他也是桃園市議會的議長 叫邱毅勝的 他也很認真在佈局這一塊 還有呢 就是前市長吳志揚 他也情跑基層 而且呢曾經有黨務主管 給他問 請教一下 你有沒有意思回鍋 繼續選市長呢 他說我是順其自然的 以及韓國瑜的下一步 之前有講到說 反正他選擇很多 他要看他這個謀定而後動 然後證召新是講說 目前來看 要等明年 看整個局勢 比較明朗之後才能夠定調 所以現在放出江啟成這個風聲 是什麼樣的風向球 我覺得這裡面的人 還有幾個人被掃點 被掃點 還有更多 一個人裡面 黨內裡面甚至於點名 一個人重返桃園 叫朱立倫 朱立倫也被點名 朱立倫要重返桃園 朱立倫也被點名過 那今天為什麼會放出江啟成 這個故事太久了 江啟成在第一次補選黨主席前 他的幕僚就在討論一件事 就是說他的氣質 他的那一種比較像北部精英 比較偏向於北部精英的政治人物 那如果補選參選黨主席 選上了 往北走 選直轄市市長 但是第一件事情碰到 台北市有個蔣萬安 所以第二個選擇叫做桃園 如果選上黨主席 可以選上桃園市市長 他就有下一步進竹大會的機會 我覺得這是他第一次要出選 補選黨主席的時候 你說黨主席御駕清真 你好歹挑個艱困選區吧 要不去台南啊 你要不要去高雄啊 你挑桃園不是市值挑軟的吃嗎 那就沒有下一步了嘛 下一步是拿下芝加市長挑戰 再往上走挑戰大會 你去台南輸了 你還要挑戰什麼 他得替幫就沒了 所以當時他選黨主席就這樣在想 他的幕僚就在這樣講 可是他是一個選得這麼窝囊的黨主席 然後那個正好有講過 他是什麼侏儒黨主席是不是 行動侏儒 行動上的侏儒啊 因為最近最近 當然你說又有人在講 江啟臣下來選 如果我們的判斷沒錯的話 那是來自於黨內高層 媒體是把它寫成好像聲望很高的首長 我直接就說是黨內 黨內裡面的人講的 現在居黨務要職的人講出來的 那當然這個居黨務要職的人 當然某種程度上跟馬英九也不錯 跟吳伯雄也不錯 那二十號的時候 江啟臣去吃飯的時候 其實馬英九他們都在說 其實江啟臣做得還不錯 其實我是認為連戰馬英九 都因為九二共事江啟臣的妥協 大家都認為江啟臣做得不錯 不然我在沒什麼理由 我什麼沒什麼理由 覺得他做得不錯啊 然後就只有這些 講過九二共事炮轟黨中央以後 九二共事改向以後 都說他做得不錯的啊 可是你看到一個氛圍 就是國民黨在2020 這麼樣吞了好幾次敗仗之後 他們在想的就是 我還是要挑軟式子耶 正好 對啊 國民黨沒有挑戰艱困選區的文化 國民黨最擅長是把優勢選區 逐漸變成自己的艱困選區 你想想看 你過去你能想像嗎 基隆市 新竹市 桃園市 以前是攔到不行的地方 結果現在每一個都變艱困選區 基隆市變艱困選區 然後新竹變艱困選區 桃園現在他們還說 相對比較軟一點 所以韓國瑜要去 江啟臣要去 桃園不算艱困選區 已經不算了 不算相對軟了 桃園對他們評估是有贏的 機會的現實 不是艱困了 已經不是艱困了 可是問題是對他們來說 多不尊重桃園市人 然後這些事情 國民黨過去沒有理會就算了 可是你看到基隆 新竹這些東西 被民進黨蹲點一年兩年 一年兩年 兩年 十年 三年 五年 最後把他打下來的時候 國民黨沒有這個文化 所以我才說 其實坦白說 在那時候 韓國瑜去選高中市市長的時候 我覺得蠻厲害的 我蠻支持他的 因為他是挑戰艱困選區 他確實是在艱困選區 一個人孤立已經打拼 那後面發生什麼事 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國民黨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人想要挑戰艱困選區 而且國民黨現在還有個問題 什麼 限於年輕一派 跟中老年一派的精神分裂的問題 譬如說林維洲講中共國民黨 那中國要不要拿掉 江啟臣講九二共識要不要拿掉 或者是我們等一下可能要談的 青年團要參加所謂的同志大遊行 然後黨代表馬上就說 你嫌票不夠多等等事情 這東西就變成是國民黨 有一個非常大的世代落差 這才是真正國民黨的問題 可是你不跨過這個世代落差 你的票子會逐漸萎縮 什麼跨 跨不過去 跨不過去 創下哥 因為你看 來 我們說那個明星 明星類的就是韓國瑜 我韓國瑜我要外卡這個 你們這些人哪有資格來跟我搶 其實國民黨 我剛剛你們講錯了 國民黨不是從來沒有去挑戰 艱困選席的文化 國民黨的文化是裡面 哪邊我最容易撿到便宜 大家才稱得去搶 所以國民黨的字典裡面 是沒有艱困選區的 他們研究只有看 哪邊我可以撿便宜 所以現在桃園這邊是因為 鄭文燦再怎麼樣 2022鄭文燦就做滿了 然後做滿了以後 我們也講坦白一點 目前民進黨內裡面 準備桃園 然後看起來有絕對勝率的人 目前還不是那麼強 看不到 還沒有 所以他們就覺得桃園是好強的 而且桃園的人口結構 客家人 然後眷村第二代 確確實實人口結構比較在優勢 你不是桃園的嗎 你有沒有覺得不尊重 現在為什麼都是外面來的 你剛才那個名單裡面 為什麼會去提其他人 第一個 其實吳智陽是有一搭 沒一搭的在跑 吳智陽也沒有那麼機制 也沒有琴跑基層 是有一搭沒一搭的跑 那個媒體所述是有落差 第二個邱義盛的形象背景問題 所以才會有想到其他人 包括羅志強 包括什麼 甚至於蔣萬安之前都被提名 點名說去桃園 但是大家都覺得不是 蔣萬安要留在臺北會議 甚至連蔣萬安都被點名 是不是要考慮去桃園 不過江啟成 我覺得他這樣 如果他真的有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很糟糕 很糟糕 你的老家是台中 你已經放棄台中了嗎 不是 台中他沒記憲 不是 我們是早在等四年吧 江啟成都是大家黨內在那邊 那是用來擋人的 嫌嫌沒事聊天講的 那其實他們桃園 你們現在最大壓力是什麼 其實桃園現在 基本上他有沒有那個興趣 要選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的朋友很多在桃園 那個人叫韓國瑜 所以韓國瑜常常去桃園 找人家聊天 找人家去看一看 可是很多人看得都很緊張 就是韓國瑜是不是 乾脆選桃園 因為韓國瑜確確實實 因為桃園眷村多 桃園的那個很多 所以韓國瑜是很喜歡去桃園的 所以呢 國民黨內部裡面才覺得 桃園可能是最好撿的 所以絕對不是正好講的 你對國民黨不夠了解 國民黨只有撿便宜 從來沒有乾坤選舉的 川大哥我有一個疑問是說 韓國瑜去找桃園的朋友 哈啦哈啦 那個你幫我們剛剛講 吳智陽有一搭沒一搭 那不是兩個有點雷同嗎 其實桃園現在基本上呢 他有沒有那個興趣要選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的朋友很多在桃園 那個人叫韓國瑜 所以韓國瑜常常去桃園找人家聊天 找人家去看一看 可是很多人看得都很緊張 就是韓國瑜是不是乾脆選桃園 因為韓國瑜確確實實 因為桃園眷村多 桃園的那個很多 所以韓國瑜是很喜歡去桃園的 所以呢 國民黨內部裡面才覺得 桃園可能是最好撿的 所以絕對不是正好講的 你對國民黨不夠了解 國民黨只有撿便宜 從來沒有乾坤選舉的 川大哥我有一個疑問是說 韓國瑜去找桃園的朋友 哈啦哈啦 那個你幫我們剛剛講 吳智陽有一搭沒一搭 那不是兩個有點雷同嗎 吳智陽其實 如果我從桃園的角度來講 吳智陽失去江山 給了當時連鄭文才都傻眼 吳智陽回到桃園是沒機會的 所以吳智陽那一次自然 把一個最好江山給丟掉 然後所以吳智陽是沒機會的 然後議長確確實實 就你講的 在地方上的 那個支持度沒那麼高 而魯明哲其實是 因為邱義盛當時有在幫魯明哲 很積極幫魯明哲選立委 所以邱義盛要選魯明哲就說 如果邱義盛選我就不選 可是魯明哲在中立那邊經營的算不錯 很強 所以藍桃園如果魯明哲出來 他有辦法拿到北桃園的支持 魯明哲會是一個 跟韓國瑜勒 你覺得國民黨 韓國瑜當然在優勢 因為知名度差很多 我覺得應該說 我說鄭文燦雖然做得很好 可是國民黨 民進黨的確 如果這次選桃園市長 目前沒有到非常 換一個臉孔之後其實 沒有那麼強 說句白言的話 鄭文燦是個人 你注意看議會議員選舉 民進黨是慘敗的 國民黨是大贏的 那個是屬於鄭文燦個人裡面 去經營地方的成果 並不代表是民進黨經營的成果 所以如果韓國瑜 真的出來選桃園市 我認為民進黨會打得很累 很辛苦 但是如果不是韓國瑜的話 那民進黨還有一波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現在這幾個人都在看 到時候國民黨是誰出來 可是到時候 我覺得國民黨會有一個狀況就是 哎呀 又有人來卡住這一區 那會不會不共心 這可能是一個問題 但正好我們再回頭再講說 剛剛你說那個同志遊行那一塊 其實還有一件事情就是秋豆 有沒有 供應的指標 可是今年他們夾了一個 勞保年金改革的議題 跟美豬的這個議題 你看到什麼 國民黨居然來蹭這個秋豆 他們說我們要跟大家 一起來上街頭 但是這個主辦單位說 沒有收到國民黨相關的 來跟我們接洽過 國民黨自己要定位清楚 就是說你到底要好好的 跟社運團體 包含同志團體 所謂秋豆 甚至房價 高房價 無殼蝸牛的來去做結合 還是你就去玩你的宮廷文化 因為我是講國民黨 是有所謂精神分裂症的問題 就是它有一部分人在求生 他們是有政治前途的 他們知道說 他希望跟這些人接地氣 可是有一部分人 他們知道他們的傳統票賞 就是那些昇蘭吉 那些昇蘭吉